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临修 一起亲信神的时间 以夫所书五章十六节 保罗说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十八节又说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那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圣灵 就要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 我们既然从圣灵得生 就要靠圣灵行事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圣灵的大能 我们思想 圣灵的大能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 使徒行传第二章 一到十一节 以及十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 一到十一节 十一章的十五到十六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求主圣灵充满我 恳求圣灵充满我 直到心结入彼 让主光辉照遍心底 是五黑云折遍心底 充满我 充满我 看求圣灵充满我 就将我心底 就将我心底接近 可恳求圣灵充满我 可恳求圣灵充满我 使往古边柔霜 教我生命光辉 直到为主旨意失踪 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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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恳求圣灵充满我 可恳求圣灵充满我 直到我全属你 更愿圣灵充满我 主主滤章 把我成입 等 de绿宿叶满我 充满我 57 if possible 向静福我的圣灵 充满我 求将我心 死的寂静 恳求生命 充满我 《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以及第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作的屋子 又有舌头如火焰现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 从天下各国来 住在耶路撒冷 这声音一响 众人都来聚集 个人听见门徒 用众人的相谈说话 就甚纳闷 都惊讶稀奇说 看啊 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 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 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 我们帕提亚人 马代人 以兰人和住在 米索波大米 犹太 加帕多家 本都 亚西亚 弗旅家 庞菲利亚 埃及的人 并靠近古利奈的 旅比亚一带地方的人 从罗马来的 克旅中 或是犹太人 或是进犹太教的人 格里底和亚拉伯人 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 讲说神的大作为 我一开讲 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十图行传第二章 一到十一节 以及十一章的十五 到十六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 使徒行传二章第四节 使徒行传二章四节 经文说道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二章四节 我们就与这些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 和默想的金句 使徒行传二章四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二章四节 继续 请听孙大中朗读 今天的灵修短文 圣灵的大能 初代的信徒 并没有教堂 飞机 汽车 印刷机 电视台 或广播电台 他们就为基督 颠覆了当时的世界 掀起一场心灵革命 撼动了罗马帝国的根基 在莫大的阻力困难面前 他们始终无所畏惧 充满信心 不管别人怎么想 每天为基督而活 甘为自己的信仰 忍受排斥迫害 甚至牺牺牲生命 他们的秘诀何在呢 圣经为我们指出了 其中的关键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使圣灵改变了 这些信徒的生命 凡接触他们的人 都不禁受感于 他们心中的爱 以及生命的清纯美好 想一想 是什么拦阻我们 不能为基督颠覆 自己所在的世界呢 美国著名作家 神学家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交汇之处 在这交汇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圣灵的大能 这个题目 当五旬接到了 门徒都聚集在一处 没有分散 忽然从天上 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所做的屋子 又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圣灵不是像鸽子 降在他们身上 而是像火焰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 那天 门徒经历了圣灵的喜 当初主所拣选的这些使徒 不过是些没有学问的小民 但他们却能为主 搅动世界 主所做的 使徒也照样做 因为圣灵的能力在他们身上 使徒评传四章三十三节记载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他们面对压力 但是里面有活泼的盼望 圣灵充满他们 他们降服于神的真理 因为对神的道德明白 虽然大环境对他们很不利 他们仍然是满心喜乐 神的喜乐由 基督的爱 一直激励他们 不但激励他们 也激励今天同样领受圣灵的我们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的盼望没有尽头 他的能力也没有限制 神的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使徒保罗从那清洁的心 顺服基督 就展现了 以一当时 唯独从神领受 才能拥有的力量 主耶稣复活升天后 就从这一小群 在马可楼一起聚集的普通人开始 从他们中间展开他大能的作为 教会几经逼迫 最后让罗马皇帝都信得住 你说圣灵的浇灌和圣灵充满 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样 但不同的是 浇灌是神主动 而充满是人被动 被圣灵充满 圣灵要充满我们 我们要做倒空的器皿 又好像人在河流里边 被河流飘起来 被河水带着 不是自己努力挣扎 而整个人顺服下来 教会是出于神 是神的意思 不是人的组织 神将借着圣灵 用毫不起眼的少数 成就他国度的荣耀 是他的权柄跟能力 历史不在人的手中 乃在神的手中 神的工作不是人能毁坏的 保罗说 我们有这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纵然我们像积淀那样 感到自己贫穷又微小 但神能使用积淀 带领三百人 就打败米淀全军 主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知道地级 做我的见证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得着什么能力呢 得着服侍基督 传扬主恩的能力 《使徒行传》最后两节经文 28章的30到31节 经文记载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反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 并没有人禁止 今天 苏纳中要写大量的 旷野玛纳奖章 除非自己懒惰不写 否则 并没有人禁止 活想五旬节那一天 门徒都被圣灵充满 在前一刻 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早在旧约圣经 借着先知约尔预告 他要是灵恩配将 要是他的仆人使女 得到侍奉他的能力 当彼得和众使徒 得到从圣灵而来 前所未有的能力 就不再是离弃主逃跑 而是放胆讲论神的道 在福音书里 我们读到门徒的软弱 他们的缺点 有的脾气火爆 有的性格倔强 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 五旬节 他们成为截然不同的新人 不再像从前那样灰心丧志 胆怯顾忌 他们被圣灵充满 前后就判若两人 张立生博士说 好比在制圣所的大祭司 他外跑铃铛的声音 乃证明他活着 主活着 使徒就不再胆怯 而是勇敢地传讲 耶稣复活 他们勇敢地行动 积极地作为 就改变了整个世界 基督界的圣灵 与他们同住 他们知道 主在父里面 他们在主里面 而主在他们里面 他们信主的话 具体都是真实的 不再争论谁为大 而是争着效法主 用爱说 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 他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 是照着主对他们的爱 来彼此相爱 因为他们活出了谦卑与无私 所以可以共同生活 凡无功用 那些信的人 都横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破饼祈祷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不但不会有不圣洁 不光明的行动 并且甘心乐意地牺牲自己 事实预备好 要服侍别人 并且常常祷告 又充满了喜乐 使徒对神的道不再迟钝 我想有一次 他们忘了带饼 在船上出了一个饼 没有别的食物 当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塞人的教 和西律的教 他们听了这话 就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没带饼吧 耶稣看出来 就说 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就议论呢 你们还不醒悟 还不明白吗 你们心还是鱼丸吗 你们一眼睛看不见吗 用耳朵听不见吗 也不记得吗 我拨开那五个饼 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零碎 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十二个 又拨开那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框子呢 他们说七个 耶稣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如今圣灵光照他们的心 他们就看出过去 所未看出的 各个好像 成了以色拉那样的 敏捷的文士 不断地从新旧库里 拿出好东西来 五旬节 圣灵降临那一天 彼得引证 秀约先知的话 为耶稣做见证 而领受他话的人 就受了喜 因为主在他们里面 借着他们说话行事 主怎样给 撒玛利亚夫人活水 而如今信的人 从他们腹中 照样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他们向世人 展示了主 自己的生命跟能力 新约五旬节 圣灵降临 跟旧约神 在西奈山颁布律法 有没有关联呢 有的 出埃及十九章 第一节记载 以色列人 出埃及地以后 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以色列人 月节出埃及后 第一个月有十七天 第二个月有三十天 第三个月 是那第三天 赐下律法 所以一共是 五十天 就约以色列人 出埃及后 第一个五旬节 神见得摩西 赐下律法 当神的律法 鱼带下山 以色列百姓 因为拜金流毒 当天死了三千人 律法的功用 是使人之罪 神的律法 指证我们有罪 凡干犯的 必定要死 但新约福音 把神设作的恩典 带给世人 五旬节 圣灵降临那一天 彼得起来 勇敢地为主 做见证 透过彼得的宣讲 那一天 门徒 约听了三千人 都横行遵守 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布饼 祈祷 当律法被带下山的那一天 被律法定罪 死得有三千人 五旬节圣灵降临 使徒用各地的香坛 宣讲福音的时候 那天有三千人 蒙恩得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对比 约翰说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感谢神 五旬节 神节的使徒 开口讲福音 讲神的恩典跟真理 天国的庄稼 就开始收割了 那些高阳 无论往哪里去 他们都跟随他的人 是从人间买来的 做出手的果子 归于神和羔羊 明书记二十八章二十六节 神小于摩西 七夕节 庄稼出手 你们献新宿记 给耶和华的日子 当有盛会 什么劳碌的功都不可做 主在来之前 会有各样的征兆 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民的 救必得救 圣灵来就是要荣耀基督 若你为能够 持续见证基督祷告 圣灵一定充满你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会很迫切地 想要领人归主 他会有勇敢的心 不怕敌人的威吓 圣灵帮助他 只能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四不真在 《清晨甘露》里边提到 被圣灵充满 是多么大的福分 他所带出来的结果 是我们怎么高估都不为过的 圣灵的同在与充满 必带来生命平安 全能 纯洁与安慰 有如神圣的高游 他高抹信徒的头 把信徒和祭司同列 并赐他们全禀恩典 行使君尊祭司的职份 圣灵的充满 宛如纯净的圣水 将我们的罪恶全然洗净 脱离罪恶的辖制 使我们得以讨身喜悦 圣灵的充满 先光照我们堕落的光景 再向我们启示耶稣的圣洁 并引导我们走异路 说我们不再行在黑暗里 圣灵的充满 像祭坛的火焰 可将我们全人 当作活祭献上 一生为主所用 又像天上的沉路 滋热我们贫乏干渴的心灵 也像和平的白鸽 遨游在信徒的头上 又将安慰者抹去我们心灵的创伤 抚平我们内心的皱纹 当我们呼叫阿爸父的时候 他就翩然降临 向我们见证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 圣灵的充满也像风 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吹 带给万物气息 让他们声称不齐 更苏醒人们的心 得以认识敬畏神 让我们为今天 能感受到圣灵的同在 而且天天保有圣灵的充满 与伴随来祷告 是的 圣灵是能力的灵 给人带来能力 是圣洁的灵 给人带来纯洁 是指引的灵 给人带来安慰与教导 是光明的灵 给人带来光明和希望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就像身上有高有的香气 是让人感受得到的 甚至像斯蒂凡那样 连面容都变得不一样了 圣灵五旬节 圣灵的灵力 持续在我们里边感动 是我们见证 神作为的真实与丰富 我们再来背诵一次 今天的金句 使徒行传二章四节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我们去祷告 主要感谢你 借着圣灵保护师 向我们启示真理 把父神的心意向我们显明 说我们有真智慧 我们也唯有靠着圣灵 才能够不受拦阻地活出你自己 感谢你借着圣灵 使我们有智慧跟聪明 谋略跟能力 知识和敬畏你的心 你借着圣灵在信徒心里运行 成就奇妙的工作 帮助我们不要像乃曼那样 以为一定要先知出来见他 站着求告耶和华的名 再换出一双摇手 才能治好他的大麻风 主啊 许多时候我们限制了你的作为 我们经历圣灵的过程可能不同 但结果却是相同 就是软弱变为刚强 征战能显出勇敢 使得主 你的丰满是没有上限的 要借着教会彰显出来 就在我们放胆传道的同时 你与我们同工 我们奉你的名 既有神机其实异能 借着我们行出来 证实所传的道 使得主在你并没有改变 你的能力和全能还是一样的 与你保守我们在一个身子上 互为肢体 虽是不同 却能保守圣灵所赐 和而唯一的心 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谦卑 温柔和忍耐 借着你的灵管理我们 使我们活在你的道中 成就你国度的荣耀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他使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彼岸 你长彼岸 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 他眼心 虽然心过 似饮有骨 我也不怕走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